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看到这个是一台08年的BMW M3 这个是我们的车主朋友 我今天没有带自己的工具过来 主要是过来提供一些帮忙什么的 那我们是用车主的 这么一套工具 对,Technical Support 宝马的M3 我们今天换它的发电机 发电机要顺着这个皮带往下 就可以看到它 我们现在就没有去展示 整个发电机的检测的过程 因为这个车它自己会报故障的 你一看就知道 我的发电机出问题了 检查一个车的发电机是不是坏了呢 相对比较简单 用一个电压表 把它的正负机对应在街上 然后给车子打火启动 看一下它的电压是多少 正常情况下 它的电压应该是在14V 稍微多一点的样子 这样子它才是给整个车子充电的 如果是12V 13V这样 就说明这个发电机没有正常工作 就是它的电压是不够的 当然有时候电压过高 也是有问题的 并不是说越高越好 我们现在是要准备给它拆发电机了 在拆之前呢 我们把电池的负极给它断开这里 我用一个塑料盖子给它盖起来了 这是一个我们换的新的电池 OK 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完了 我们就可以来拆这些塑料件 一如既往的欧洲车的设计 也就是有很多的塑料的东西在上面 我们现在要把这里的进气的 这个气管给它拿开 这里呢还有一个小管子 拿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整个拿出来 它这个用的是一个T20的 一个五角星的螺丝 我们待会给它拆掉 然后给它整个拿出来就可以了 T20这里 对 气盾里我再拿了一个 不用这个也行 你看 这个电动 这个已经拆开了 嗯 一起搞 我疼 你别吓我了 这个付了领板了 这个不是油温 这个还好 你要是把那个塑料领板的就完蛋了 对了 我们现在的空间啊 比我想象的大 这个是它的 进气风扇 不是进气风扇 这个是给那个冷却液 散热用的风扇 在这里 在这里散热的 这里是它的发电机 感觉这个空间也足够的大 我感觉不拆这个也许是能拿出来了 因为拆这个风扇呢 这里的冷却液的水管会挡住它 我们可能还得放冷却液 这是个挺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们打算现在尝试是先把这些皮带拆掉 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发电机直接就这么拿出来 但这里呢 拆这个发电机啊 它这里有一个小挪 这个 下面有一个塑料的盖板啊 这个是它的叫 Tensioner 我们给它 盖板拆掉之后呢 用螺丝刀给它往下一压 就可以把这个皮带的压力双开 这样的皮带就可以拿出来 那我们用这样一个扁扁的扳手 然后我看一下 先看能不能领到它 这里的空间蛮小 save进去 这个我们看看行不行啊 还可以 这个不是标准的时事啊 十六分之九 差不多 能领到它 给它压住 好 那收 皮带拿出来 看一下那个清理器 OK 这个皮带还可以啊 看起来没有特别臭 应该是有换过 这个是来拆这个发电机啊 它 有两个两个 这里 下面一颗 下面一颗 对 下面还有一颗 下面这颗看不到的 我们就用手摸一下就好了 我们买了有新的发电机嘛 对着发电机的位置呢 我们也能看到它 来 16毫米的 哦是16毫米的 这没有特别紧啊 要入印一下 这个发电机呢 它有个问题是哪怕 你把螺丝都拆了 它还是会连在上面 就是这个铝合金跟铝合金呢 它会感觉融到一起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翘瓣 给它翘一下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新的发电机长怎么样 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 要去拆它 就是这一颗 是我们刚才拆的 上面那颗螺丝 这是下面的 下面这个螺丝 它其实穿过了两个地方 是这样子的 这样子一个东西在这里 那它其实像这个中间 感觉这个设计中间 应该是有一个伸出来的支币 去挂这个发电机的 所以我们拆的话 不能这么往外敲 往外敲是没用的 只有感觉是朝这边 就是朝整个车的左边去撬它 也许是能给它撬出来的 然后我们来给它试试这样 很紧邦邦的 就是很难下来这个东西 嗯 老套 下来老套 这其实没这么紧 松了 但是 没下来 但没完全松 松了又没完全松 你说就是很神奇 它只是向那个方向 现在感觉是它是在绕着 那个支点 对 我们下面的那个支点在旋转 对 所以感觉是那个地方 夹的还是蛮紧的 先徒手掰一下 不行我就上工具 这里小心哦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靠这个断了就加班 先摩擦一下 不断地给它旋转 我们之前是看到视频 这个位置 这个冷却液的这个管子 很容易断 因为它这个地方是塑料的 这上面有一点路油 漏油是一般操作 对 宝马社不漏油 哈哈哈哈 你要是说你不漏油 我就觉得你在骗我 这个地方应该都是漏油的机箱 这个还要调了 这个就是那个 对对对 Valve Cover 不是啥大问题 Valve Cover Gas 啊 太太神奇了 那这个要怎么搞 骗呗 工具从里往外翘 嗯 就从一个 翘望楼 出现了 你可以先小心 因为周围有很多管线 也不能乱翘 哎呀 其实已经往外走了 已经往外走了一些了 就你给它往外拽 对 能拽动不 我想可以 加油 可以牛逼 哇操 可以可以可以 啊 这个算很顺利了 嗯 我们现在 这个地方确实好像有点小 拿不出来吗 哎呀 拿不出来就只有拆水管 拆那个风扇 看看哦 嗯 我给你捋一下 我别把这个 这是控调管 能出来不 感觉 差一点 先把后面的管子给 先把后面的管子 哎呀 就差这么一点 如果这个风扇拿走了 我们就可以 先把后面的东西 给拆掉 先 嗯 这线你能拆吗 对 这后面是有 有两根 对 两根线 一个是用那个螺丝 弄上去的 对 就这么一个接口 然后这里有个螺丝 是吧 你先把接口拔了 然后我来 找个扳手 我们把它拆掉 哦 这个这个 这个 好难下 啊 要按住它 我会拉 我知道 按住了 但是我忘了 拉不躲 来 我们俩 Switch 好 Switch 来 有小电筒 先看一下怎么搞的 构罩看一下 应该方法没错 就有个按钮 拉住它 我会转 哎 有 好了 有 有 这个东西就是玄学 哎 刚才本来想把这上面的塑料盖给它拆掉 后来发现太紧了 我们就粘着这个塑料盖给它一起拿下来了 这样子也可以 好的 这里 这里啊 它是有一个塑料盖子 我感觉是这个一体的 好怪 但是我买的这个发电机 对我买这个发电机它就没有这个东西了 它就是没有这个塑料盖 但是我觉得还是用这个 这个毕竟可以绝缘才可以 好 先取下来吧 取下来 你来 我们俩是位置吧 我来拿线 我来把它拿出来 或者你想拿出来 我来 我来拿出来 慢点啊 这玩意跟拆炸弹一样 如果有管线动不了的 我们就换方案 先把它往外推 来走里 旋转旋转 头朝上 这出不来 你看能不能头朝上出来 对慢点 觉得有阻力就不要撞 有希望吗 不知道 我看一下 我靠 左边右边 挪一下 挪一下 来走 提提 慢点来 走里 有信吗 好像不开心 这风扇还是会有点这里挡住我们 但是我不是太想拆的 OK 这根管是什么的 这根管是空调那边的 可以拆吗 它是有冷却液 有冷却液 我们现在是 OK 调整方案 把这个 这个螺子拆掉 那我先把这个放回去 给它挪回去一点 下面有管子 不要压到它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 然后把这里拆了 这个 看的像个T20或者T25之类的吧 拆了之后 我们把整个 风扇 给它往外挪一点点 看能不能把 空间给它腾出来 我们给它拿出来了 这个 散热的风扇 我们拆了 但是又没全拆 最需要关心的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很脆脆 它是跟这个管是一个 一体的 其实不完全是一体 我感觉这里 这个地方是不能拆的吗 可能可以拆 但是它这个 它这个 它算是一个 一体的 它是一体的 它是一体卖的 反正它卖是一体卖的 你没办法站住 这个行吧 太扭白了 对 就是 对 这个地方容易撞断 那我们就很小心的 给它提起来了 提起来一部分 然后呢 从这个空间里面 给它拿出来 还是有点艰难 但是其实慢慢的 螺 两个人配合一下 还是可以搞定的 然后下面是有几根水管 是挂在这个风扇上的 我们要在这里啊 这个缺口了 我们给它拨开就好了 关键是这个点 这个点一定要是非常小心的 OK 现在差不多 我们把新的 塞进去 不过 塞进去之前啊 就是 其实这些地方呢 我比较喜欢用一个铁刷着 把所有的 待会会接触的地方 给它刷一刷 处理干净 这样子可以装得更稳一些 先把这个所有的接触面 给它刷一下 这样子 下次如果真的要拆 那会容易很多 这样你来放还是我来放 两个人配合啊 小心点 好烫 最后一步最关键的 慢慢的把它 我们把这里起来 然后放一点 好烫 好嘞 现在 我先搬到这里 OK OK 我让你提一点 好 提一点哦 因为刚才下去的时候 那个角度比较奇怪 把这里绕开 这里这个 我来吧 我来加这个 这里已经躲开了 这里已经躲开了 嗯嗯 哦 辛苦了 不许巧巧拍哪儿了 那个 OK anyway 反正进去了 anyway 啊 发现这 我们当不前回事 没有把管搞了啊 还可以 可以 不要不要离flag 不要离flag啊 哈哈 哦 再往里面走 我刚才先把风扇给放下去 没事 风扇不重要 我主要是 风扇放下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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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这里啊 这里是活动环节 啊 没断吧 没有 OK OK 然后是这里啊 这里下面是有卡的一个管子的 嗯 我们给它捋 你给它放回去就好了 好 我们给它领到28 Food Pop OK 28的话 这个挺小的力举值啊 就有时候 就有时候 我们脱裤子 长时间没用 可能会有点射 或者有点卡住 这老半天又不想 这个时候要靠我们的直觉来判断一下 不要真的一直在那里了 可能会把你断 那我们现在是把皮带给它装过去 两个皮带的叠到一起了 哪个 你外面这个压缩机的皮带是在翻炼机皮带外边 所以你要换翻炼机皮带的话 还好你的皮带是新的 还好比较新 应该不用换 要不然我们今天就把压缩机的皮带给它擦了 说起压缩机是用来压缩什么的 那是空调的 空调的那个叫外机 需要用它 对的 好 我们刚才把皮带这里给它装上去了 然后在装那个皮带的时候呢 需要用一个小钩子 这样子给它勾 勾到那个 Tensioner上来 才给它比较好的给它装上去 然后这里的安装呢 我们就没有再拍下来 因为跟我们拆的时候就反过来而已 现在已经把电池的负极给它 连上了 这些东西装回去了 只留到这一块 因为我要观察一下它的 叫做工作起来是什么样的 OK 我们现在打火吧 然后看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还可以啊 这个声音和工作状况就可以了 好 现在的工作 有故障风吗 看一下有没有报电车的故障 没有 没有 没有哈 还可以 我们今天的这个 更换的过程呢 就给大家 拍成这个样子 就是有些细节没有给它拍到 但是主要的过程呢 差不多就是这样 最需要小心的是 一定要这里 这些地方 不要给它弄断了 其他的都还好了 OK 今天就拍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